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艺术与人生 大家好 这是艺术与人生第二讲次 今天要介绍的是艺术与真善美 我们在第一个讲次提到了 艺术本身要含有真善美的性质 所以我们想在这个讲次里面来做讨论 在讨论之前 让我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贵宾 是我们中华新传文教协会的理事长 吴远山 吴理事长 你好 校长好 大家好 我们希望今天在第二讲 跟大家共同来探究艺术的真性 它的善性跟它的美感 希望今天我们探究的愉快 谢谢 好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 我们来介绍今天的讲授重点 我们要介绍的是 艺术与真的关联性如何 接着讨论艺术与善的关联性 再来讨论艺术与美的关联性 最后把它做一个整合 讨论艺术跟人生的关联性 好 那我们想先用第一个图 来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艺术跟真的关联性 我们就看这个杰里克的这个 他的梅杜莎的之法 这个图片 我想请教理事长 当我们在看着这个杰里克的这个梅杜莎之法 我们可以有些什么体会吗 这张油画算是非常传神的 那最主要就是说当初的这些画家 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这个民众的一个 真实的社会情境 他们非常的关注 那加上当初的这一些艺术家 他们对于所谓的艺术就是一种真实的呈现 与所谓的过去他们黑格主张 艺术就是一种模仿 尤其是自然的模仿 那艺术家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走出画室 他面对冰冷的那个石膏像 他们觉得已经没有对他心灵有所感触 所以他们就到这个所谓真实的人间 他们去探究呢 到底人们他们所面对的生活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生活 尤其面对这个所谓生离死卑 人类面对这个所谓生命攸关的一个时刻 他觉得这对他的一个灵感是大大的触动 所以因此这一张作品就展现出 这个人类的一个生命在面对 面对痛苦 面对死亡 那一种对生命无助 那一种真实情感的一个流露 表象得非常的真实 可以说是一张非常写实的作品这样子 是 刚才我们理事长提到 就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很经典的一幅图画 它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启蒙时代 启蒙思想的这个文艺复兴之后 启蒙时代的一种反思 所以这个浪漫主义呢 他们就认为说 这个启蒙思想的比较去注意到这个演绎推理 演绎的推理 但是他认为说 我们不能是完全是从这个逻辑的概念上面 我们必须要从一种感性 从一种直观 直觉跟想象力上面 那么在浪漫主义里面他比较重视的 来尝试的是以自然的环境来做一些的 这个解释人类活动的一些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浪漫主义呢 他重视了一种强烈的情感 持美学的这个经验的一个来源 所以他在强调的是 对于一种不安 对于一种恐惧 对于这个自然事件 遭到了这个天然灾害人的一种反思 一种反应的一种真实的状态 就好像说黑格尔提到 我很喜欢用黑格尔的这个想法 黑格尔他提到这个艺术 他的使命就是在用一种感性的 艺术形象的一种形式的 一个方法去显示一个真实 那在这个美学大师里面 他也是哲学是伦理学 是这个所谓的沙夫之博 他也提到 他提到就是说 这个一切的美都是真实 这个真是世界内在一种理智的 一种结构 所以人只能从这种概念上面的认知 在美的想象里面 去感受到 悟性到一切的一个美 那我们刚才看到这幅图画 他在画这个时候 他实际上是受到了 米开兰基罗的影响 他还受到几位大师的这个影响 那在这个像譬如说卡拉瓦桥的这个官线的这个 这个是我们李市长的专才 那在这一幅画里面他描述的是当时的这些官员们的这个腐败 弃人民的这个生命于不顾 他要用一种美术的一种表示的方法 去显示出来一个对于这个人性 一个真实的一面的一个反映出来 就是人在碰到的天然灾害的时候 他们会做的哪些反应 像这幅画上面 其中只有一位 我们看到这个左下角的这位 只有他这位是背对的官线 因为他手上抱的一位 好像他的孩子死掉了 所以他是绝望 那其他的都面向官马 然后官线 他是表现的一个 那好像还有这个三角形的一个问题 所以李市长这边 这个Jelic他本身就是在这一个浪漫 其实这一张画已经被归属在所谓的浪漫主义时代 那其实他源头来自于大概从这一个 我们说推往前 18世纪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追求的是一种新古典主义 那新古典主义呢 他重新 这些艺术家他重新回去呢 就是去拜访这个中世纪 这个意大利三杰人 包括这个米开朗基 罗拉斐尔这一些艺术家的他们的这一些经典的结构 他们会透过很多的一个造型 一个构图 所以刚刚你说的这有三角形被艺术家认为是一个最稳的一个结构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画家呢 他觉得是说 他画面上一定要稳 那这一张虽然美其名叫做浪漫主义时代的一个作品 但是呢 当中呢 其实浪漫之外 他加入偏激 也就是说他敢用很大胆 很这个悲惨的一个色调 融入到画面里面去 但是实际上他描绘的是一个活生生的 当时呢 从这个破传大家要逃离的 逃难的这样的一个情境 把那一种痛苦啊 呐喊啊 绝望的那个情景呢 透过一种非常一个偏激的一个表达方式 把它表现出来 但是呢这个时候呈现的就是艺术家 他认为说我要表达民众的那一种追求生命的真 因为他看到了是一种绝望 是一种非常非常沉重的 一种悲惨的一个浪漫就对了 就好像黑格尔他说艺术呢 他也是悲壮的 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力量 他把自己的一个 所有的精髓就表达在画面里面去 对 是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哲学里面 所谓探讨的 其实就在探讨的是真善美 只是说我们在社会科学 在哲学里面可能是用一些文字来表达 但在艺术里面 他就是用一种美学的方式 一样呈现出所谓的真善美的这个概念 像刚才提到这个 他用一个真实的事项 真实的事项 然后他透过他的这个美学的这个素养 画了这幅图画 去表达出对于一个真理 对于一个正义 他的一个批判 他的一个探讨 那么在这个浪漫主义的一个色调之下 他在构图上面 他在观线上面 他在结构上面 在色彩上面 在人物的情感的表达上面 刚才创言李师长说 他这个成为一个经典之作 让我们就感受到说 透过这个图 你会有不同的一种感受 也许你可能没有去看过一些美学的书 但是你看了这幅图画 你有什么感受 那个感受就是从你内心的一种 真的一个表现出来 那我们休息一下呢 等一下我再想请李师长来谈论一下 有关于善的部分 好 我们想请教一下 这个艺术跟善的概念 像我们平剧里面 我们常常会看到 平剧里面会有一些红脸的 或者是白脸的脸谱 那这个它代表着什么意思 这个平剧 这个戏剧 其实戏剧它本身除了这个 有所谓的造型艺术 它的服装 它的扮相 那它也是一种音乐艺术 它也是个时间艺术 所以戏剧它变成是一种比较 我们讲的是一种比较多元的一种艺术体 那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白脸观光 白脸这个所谓的刘备 红脸观光 这也都是来自于色彩学它的概念 那你红色我们就代表比较热情 澎湃 人就比较所谓的一个比较正直 那白色我们感觉是惨白 就比较会纤细一点 比较会内敛一点 那不好听一点就比较狡诈一点 那校长的意思好像是说 这个从这一个善的角度来看 就是人类它有一个伦理道德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戏剧里面有这个圣诞季末丑 这也是艺术的一个所谓的分类 那也离不开所谓艺术跟所谓善性的一个关系 那这里我是要补充一下 我是觉得说艺术跟真善美 刚你谈到这个真的部分 我比较喜欢就是说艺术真善美 用天地人来跟它做一个对称 那艺术的真跟所谓的天 就是我们讲的天是一大最大的 一大代表的是宇宙 就是这个无以为大的所谓的万物 那艺术的真他希望的是说 他承认所有的万物的真相 他希望接受所有的真理 包括我们刚讲的维根斯坦 他所谓的游戏原则里面所谓的 你看的真跟我看的真未必是一样 但是我艺术的一个存在 是承认任何的一个真 那谈到这个善 我刚刚讲的是地 所谓的地地就是人我关系 我们长在地球 在所谓的红尘俗世里面 谈的就是地球上面的一切 那这就是有关人我 人我就跟人的一个相处 人的伦常 人的道德 那自古以来 你从西方的这个中世纪 他们就画圣母玛利亚 画圣子耶稣基督 那到了这个15世纪之后 他们才开始所谓的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 才开始从这一个人性 把他提拔出来 就画肖像 可是也不尽然 就是在15世纪的时候 很多宫廷里面的贵族有钱 就把艺术家遣到家里面去 帮我画肖像 所以现在留下来都是大观的肖像 不是艺术家喜欢画 是因为这些宫廷的贵族有钱 他请了这一些艺术家到里面去画 那好的材料 好的材质 所以到现在摔不坏还保留着 那这也是什么 就是说他人为主的一个画像就存在里面 可是从这当中也看到 就是这些艺术家到宫廷里面产生的 就是艺术家跟所谓的一个 这一些贵族之间就有一种人我关系的一个抵触 那为什么就是这样子的15世纪之后到16世纪 刚才我们谈到了到这个启门时代 16世纪以后我们就叫启门时代 这一些艺术家他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帮你画 启门时代就是我的理性时代已经开张了 开扬了 我宁可去画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一张 惨不忍睹的人间的实境 这才是我心中追求的实 我画一个死板板的那个王公贵族坐在那边 我觉得没趣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艺术 它跟所谓善性的一个连结的开始 对 是 所以像这个柏拉图也提到 他说美 美在没有再存在的话 这个德性它就存在 那在这个黑格也提到 他说这个美 它应该要具有一个所谓的健康的道德的倾向 所以在这个艺术里面 常常是想要去表达的一个冲突 一种矛盾 善与恶 美与丑 好与坏 那透过了 我刚才在讲到的这个柏拉图 或者是亚里斯多 他们的哲学的理论 他想是透过这种教育的一个意涵 去把这个美的概念 提升到一个哲学的一个层次里面 事实上 我也发现到很多的艺术品里面 其实在谈的这个是 common good 像比如说 我们讲到这个白蛇传 像托尔斯泰的三部曲 其实都在描述这个善的这个概念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 艺术之中其实它跟其他的社会科学所谈的东西是差不多的 只是用的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谈到第三个题目呢 就有关于这个 这个艺术跟美的概念 像我们看到这个维纳斯 像我们看到这个维纳斯像 这个米罗的维纳斯像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回到刚刚教长说的 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 我要说现在我们是站在一个所谓比较传统的一个美学的概念观 去看我刚讲的真善美天地人的概念 那我觉得简单地说就是说 过去这一些美学家他所主导的这一些思潮 他认为艺术是要面对真实的一个模仿 第二个 艺术要具备教化人性的一个善性存在 以及包括艺术表达当然是美的 只有美女才能上相 这是传统的美感的一个界定 那回到刚刚您说到的 维纳斯给我们的是什么 一个感受 其实第一个 他是一个美的化身 是一个爱情的使者 他是所有浪漫爱情故事里面的一个所谓的偶像 一个追寻者 一个精神的一个依托 那从维纳斯的任何的画像 所有历代的画家 他绝对是把他做一个温柔婉约的 一个柔美的表达 那绝对不会有人把他做一个真灵的一个面貌 因为他让很多人将所谓艺术所应该赋予社会的一个善性 一个真性 一个美感要集合在维纳斯的身上 虽然我们现在看来维纳斯永远在那边笑着 可是他是白细细的肉体 他的色调我们会觉得说 这一个有时候感觉是没有加入所谓的人间的这样的一个血世在里面 但是就有的传统的古典的美学来看 他是一个美跟柔和的一个融合点 以及一个情感的寄托所在 对 像刚才讲到 好像文雅斯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环金比例的问题 有没有那个环金比例的问题 自从这个西方他们透过这个 因为西方是比较讲求这个科学 讲求逻辑 所以数学的一个演算 他们比我们东方来得早 那过去我们说身材要好 要7等身 7比1 那过图要好呢 要3比5 8比5 5比8 3比5这样的一个黄金比例 那这一套的 这一套的一个美学的标准 它是从中古世纪开始 这一些艺术家他们所归纳出来的 比如说他们认为 最美的造型就是S型 最稳的造型就是三角形 永远都不会犯错叫圆形 他们从这一些的一个形式 一些概念 他们整理出一个所谓的一个美学的概念 包括你刚刚讲的维纳斯 为什么你看 它就是它立着点就是一个三角的支架 所以稳住在那边 它的身材就是有7等身 它的一个身躯跟它的身体的结构 就是要8比5 或者3比5的一个黄金比例 这样的一个结构 他们是验算到这样的 这也是西方他们觉得说 形的部分要美 内容的部分 再来做一个搭配 对 所以我们说 从维纳斯的角度里面 我们看它这个图 我感觉上这边 第一个它有了一个真的概念 它有知识论在里面 它有很多的几何学 力学的理论在里面 第二个它有一个善的表现 那你会觉得说 它是很纯洁的 白的 它很善 那么在美学上面的 这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因为它会具有一个主观的审美性的问题 那这个美本身有客观性跟主观性的部分 那在主观性部分 我导致有一个感觉说 它的板子断掉了 手板断掉了 反而有它的缺陷的美感 如果它今天真的把它接上去以后 是不是还有这么美 我有的时候导致会在想 所以现在科学家也用很多的电脑去模拟 它的手背会是什么样子 可是你去看了以后 接上去以后 你就觉得好像跟原有的 米罗的维拉斯就会有点不同 这个就是艺术所谓的 你必须承认的一个残缺的美感 对不对 有时候断眼残壁才是感觉到 那种斑驳的感觉 才能让你觉得说艺术是七美的 那完美的东西反而艺术家他觉得说 那是无缺的 那无缺就是无美 那有时候 当然这个维拉斯他这一个尊项 这一尊项他代表的也是有一种 历史的一个意义存在 因为我们不管是东方西方 对于艺术的一个历史 他的价值可能高过于现存有的 一个所谓创作品存在 他外形的这个所谓的完美不完美 毕竟他是存在在那边 那如果你要谈到这个也有艺术 也有那个牙医师去看那个蒙娜丽莎微笑说 他透过他的研究 他蒙娜丽莎的牙齿这里是有问题的 他这里必须要赶快进行 那个牙齿的牙科的那个手术 那这个东西是 这个所谓的艺术家之外的一个论断 来对于艺术品的一个评断 那这个部分对美感的一个鉴定 跟他的心掌是不是有影响 这就看个人的主观的概念 不过就只要谈到维拉斯 我想不管懒懒女女 或者艺术家文学家 各种的这个少人莫克 他心里所升起的 就是一股所谓对爱情对美的一种所谓的一个寄托 这是最主要的价值存在 是 所以我们这个陕西者在对一个艺术品 在观赏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种主观的一种美感 跟心境的一种所产生的一个审美的一个概念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会发现到这个美跟艺术 在我们人生之中 也许它会有一些残缺 也许它是非常完美的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来讨论到艺术跟人生之间的关系 好 我们刚才谈到了艺术与真善美 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 就是就梁三伯与朱英台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可不可以感受到艺术跟我们人生之间 有些什么关联性 梁三伯与朱英台这个戏剧 不管是歌仔戏电影 或者过去的一些舞台剧都有表现 那我想校长会提到 梁三伯与朱英台这个故事 来探究艺术跟人生的关系 我觉得最少有三点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来说明 第一个就是说 它这一个是一个爱情的故事 那爱情的故事 这是人自幼到老 一辈子都丢弃不了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情感之所系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人的一个爱情故事 当然会感人 所以才传送这么久 第二个呢 它是一个七美的故事 那吃不到了当然最好 那这个美学家利普斯他也说 美在距离之外 他认为你要观赏一个美 你在距离之外去观看 而不是贴身而尽 那无疾而终的这个结局 更感人 更淒美 所以他到现在还是这个动人之声 那第三个呢 它是一个故事 它是有情节的 那每一个情节 就是有高潮迭起的一个脉络存在 那人透过这样的一个情节的一个带动 所以把人的情绪呼高呼下 所以到现在人觉得说 那就是似乎是我的人生 又不希望是我的人生 但是又把自己的情感丢到里面去 所以到现在大家还面临博望 是 刚才李世长这边提到 这个为什么要选这个故事 就是我在想说 因为时间上面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谈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想说 观众大概最熟悉的就是 梁三伯与朱英台 那么梁三伯与朱英台 让我们来看它是一个爱情的故事的表现 而且剧情的张力非常的好 最后面透过了蝴蝶 它为什么不跳到坟墓里面 跑出来的是蚯蚓 或跑出来的是猫猫虫 它为什么要跑出来的是蝴蝶 它是一个自由 一种美的一个显示 但是刚才也提到这个 李世长提到这个情节里面 这个高潮迭起 我从一个女性主义的批判角度来看 梁三伯与朱英台里面 其实是中国古代里面 就提到的女性主义 它在对于这个社会现象的一种批判 我个人会觉得说 这个梁三伯与朱英台 我可能这样讲出来 也许有点颠覆 我觉得这里面我最最最钦佩的 我最最最钦佩的就是朱英台的爸爸 我觉得最最可怜的就是马文才 我觉得最可恶的就是梁三伯 我觉得最最令我尊敬的就是朱英台 因为梁三伯的爸爸为什么这么令我 觉得亲近 钦佩他 因为你想想看 在那个时候怎么可能让一个女孩子 到外面去练书 而且整个学院里面都是男生 只有他一个女生 但是他爸爸可以同意 那再来这个朱英台他一直在反这个制度 他一直在要打破这个男性杀魂主义的这种 制度的这种不合理的状态之下 他为什么不能去练书 所以他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里去想 朱英台很了不起 他为了争取他的一个权利 他为了要去对这个制度做一个评论 评判他不断地去争取 然后你想想看马文才都可怜 马文才他本身来讲 跟朱英台他是明媒正取的 对不对 但是梁三伯呢 梁三伯他从来不知道朱英台是女生 对不对 说突然他听到九妹就是英台 英台就是九妹 突然爱上他的 这不是很奇怪吗 然后梁三伯他在处理人际关系的事情的时候 完全没有办法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只有注意到自己 这种男性的这种自大自傲这种狂妄 在这种女性主义的批判里面 把它批判到如此地步 最后面你看朱英台的爸爸还最后的同意 他才出嫁那天 你里面穿这个校服 不要说是以前了 就今天都做不到 对不对 然后最后他投入到了这个坟墓里面 这是剧情的一个粘粒 然后这个变成了蝴蝶 那种美感 我觉得他告诉你在整个人生之中 会充满着不确定 然后这么多的不确定 可能要由你自己去争取 然后你要怎么诠释你的生命 你要怎么样去过你这一生 在艺术家里面 他去想了很多东西 用很多的方式去表达 让你去体会 我不晓得李治长能不能在做 一些更精辟的见解 谢谢校长 第一个就是说您刚提到了 就是有关这个梁山柏宇注音台里面 我想说从戏剧艺术的角度来看 它是符合黑格尔所说的 就是所谓的悲壮 壮大 夸大 其实他到一个所谓的悲剧 到最后的一个壮阔的美 就是呈现在这里 那包括这个莎士比亚 他的戏剧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 很多你会觉得说违反人伦的 这一部戏还没有违反人伦 但是第二个部分我要讲的 就是一种社会的结构 他已经刚您谈到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哲学上面的一个 结构主义的一个 所谓的不再过去的 那样的一个父权时代 他已经是要解脱这个霸权 解脱这个父权的一个表现 那第三个你谈到是说 从这一部戏我们所感受到的 对我的人生自我的一个内心的 所谓不管省事也好 或者觉察也好 或者批判也好 毕竟艺术他所带给这个解读者 当他艺术品产生之后 后面的这个批判的工作 就交给观赏者来看 所以才有作者说 有这个艺评价说 只要艺术一产生 艺术品就死了 他活着的是后面来延伸他的人 就如同傅校长刚才所说的 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角度 去观看这一部戏 他或许是去认同 或许是排斥 或许是解构他 或许是批判他 但无论如何 这个艺术就是把我们的人生 重新做一个更新 重新人生再一次的来 反省自己的人生 这样的意义存在 是 所以我们透过李师长这边所提的就是 我们这个课程是希望观众朋友们 大家理解 就是说你今天也许你不是学艺术的 但是并不表示你不能够去欣赏艺术 并不表示说你不能够去体会艺术 我们这个课程是希望把你带到这个艺术的殿坛里面 让你自己去发掘艺术对你的人生影响 好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谢谢李师长来参加讨论 我们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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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